欢迎收看这个小时的深度调查报告 我是卢秀芳 这期我们节目的主题是 这样拼经济 首先一起来拼的是环保经济 这是一份由民间所发起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海漂垃圾调查 从结果来看触目惊心 台湾周遭的海域几乎都被垃圾还有塑胶围力所团团包围 在这个地图当中 你看到了像是巴掌溪后进溪东北角 已经达到了严重危害等级 而且以一次性的民生用品塑胶为大宗 当然这也告诉我们减速行动真的不能再等待 另一头有台商研发了最新技术 用甘蔗渣制成了没有塑胶淋膜的纸杯还有杯盖 它可回收可分解 而且耐高温还可以微波 获得了国际连锁咖啡和素食业者的青睐 先来看我们的独家专访 在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漂流的这些东西 它有一些是像塑胶带保利笼大型的 这一趟的航程当中发现 全台湾海域都有塑胶围力 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捞到的 除了塑胶瓶罐 更多碎立城5公里以下的塑胶围力 包围台湾海域 其中又以巴掌溪 后进溪 以及东北角最严重 塑胶垃圾污染海洋 更是国际焦点 2018年3月 全球文明的潜水小岛 被拍到海中充斥大量的免洗餐具 塑胶带 宝特屏 画面十分震撼 2018年11月 印尼海边发现了一头死亡的抹香精 胃里被挖出6公斤的塑胶垃圾 多绿莲本这样的一个毒素 它沉积在这个塑胶围力里面 但是它又会被动物摄食进去之后 可能就会透过食物链 影响到人体的安全 减速成为全球话题 低腔 瞄准 塑胶被盖 全球一年用量 可以绕行地球240圈 用量最大的国际知名联锁咖啡店 饱受批评 积极寻找替代方案 2018年12月 位于印度的国际咖啡联锁店 率先将装热咖啡的塑胶杯盖 全面改用不含塑胶的纸杯盖 震撼业界 研发的业者是台商赖中生 我们如果能有一个环保的材质 来替代这样子的一个 每天要使用的东西 这个产业一定是将来的一个很大的趋势 赖中生早期在宜安做房地产 1999年投入环保制裁的研发 2017年突破技术瓶颈 拿到多项专利抢工减速商机 我们也获得全球知名的这些大品牌的客户 他们的青睐 那很肯定我们的产品 台面上这间看起来像是一般的纸杯纸盖 其实它是用甘蔗渣 还有包括稻杆所做成的环保纸杯 这里面最重要是它没有那一层零膜 那如果拿它来当做装 不管是咖啡茶这些饮料 好 把盖子再把它盖上 它不但可以请防肉 而且它可以耐高温还可以微波 这是今年最火红的环保产品 它是几千亿 甚至是你完全难以去估计的 这么大的一个甜量的一个市场 基本上塑胶能够做的 我们基本上都能够完成 除了微波 就算用火烧 环保纸杯明显烧得慢 而且少烟 都比塑胶纸杯会烧出代药性环保 唯一的问题是比较贵 早期这个产品一直推不动 其实为什么 因为它虽然环保 但是它的价格会比塑胶 比保利荣要高出很多 如今减塑成风气 纸杯纸盖拿下了国际市场 下一步将回台进军连锁超商 减少一次性的寒素纸杯和盖 也在不久的将来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全环保 没有任何塑料成分的 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在全球各地 可以普遍的来使用 减塑行动 面对日常生活难以避免的塑胶袋 和塑胶包装 又该怎么办 全台最大的有机连锁商店 2016年从源头减塑 以维他命胶囊为例 以往是塑胶瓶加塑胶包膜 新包装改成了玻璃瓶加纸盒 改变182项商品包装 三年减少823万个塑胶包裁 当我们提到说要净塑 厂商它必须停止那个包膜的程序 后来回头来看我们的产品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到说真的用很多塑胶 我们以前没有感觉 像这个庄的青椒 看起来像塑胶袋 其实它是用玉米淀粉做的 百分之百生物可分解袋 它分解之后只剩下了二氧化碳跟水 所以非常的环保 不过它的问题唯一在于是说 它必须透过堆肥才能够处理 生物可分解袋 尤其在海洋或一般陆地难以分解 必须在高温60到75度 湿度60到70 堆肥环境下90天才能完全分解 但是政府缺乏明确的回收机制 堆肥厂又不收 理人决定自己回收 善尽社会责任 幸运的我们有消费者也很支持 支持这样子的一种理念 政府没做的民间先做 意外带动女人业绩成长一到两成 这波减速商机也为台湾产业带来挑战和契机